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驻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15章第二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止经营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终止经营的定义 所谓的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们教材一共给出了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 你满足任何一个方面 我们都认为你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们看看具体的定义 是知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慢点 他这强调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并且该组成部分已经处置 或者划分为持有代收类别 其实我们后边所说的十点的要求 就是这个意思 而前面能够单独区分 他可能要求有一定的什么规模 所以既有十点的要求 又有规模的要求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我们可能把它叫做终止经营 有人说你越说越糊涂 刚看个定义 你就糊涂了 我慢慢往下给你解释行吧 第一个 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就拿我来说 那可能呢 我同时从事两项业务 第一 我计讲课 第二 我也给别人推三轮车 假如说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有一天我决定了 我绝不再推三轮车 那么这就叫一项单独的业务 我可能就认为满足了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说清楚了吗 或者说我有一天我不讲课了 我只推三轮车 也叫满足终止经营的定义 但是一定是一项单独的业务 那如果你既讲课也推三轮车 比如说我现在讲课 讲三门课 中级会计实务 注册会计师的会计 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我不是不讲课了 我只是不讲中级会计实务了 假如说这不叫终止经营 或者说我不是不推三轮车 我只是今天不推三轮车 这不叫终止经营 所谓的终止经营 一定是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这是啥意思 比如说我可能在全中国 我都开有连锁店 那可能我把它分为什么 华东呀 华西呀 华南 华北 假如说分为这么四大区 将来如果我是把华西地区所有的连锁店都给他关了 那么这个叫满足终止经营的定义 或者说我把北京市所有的连锁店都给关了 也叫满足终止经营地区 或者我把昌明区的所有连锁店都给他关了 也叫满足终止经营定义 但如果您跟我说我只是把华西地区的一家连锁店给关了 这不满足终止经营 因为我要的是什么 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别错了 就跟我们前边讲的例15-12 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 他说他满足持有代说类别条件 但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为啥呀 可能在那一个地区有十家门店 他只是把这一家门店卖了 所以他不满足终止经营的定义 那么第二个 该组成部分是你对换个词 打算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 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后边教材有一道例题 我既卖健身中心也卖酒店 而且如果我卖健身中心跟卖酒店的决策一致的 要卖都卖 要不卖都不卖 那这时候我也可能认为它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比如说我可能先把健身中心给卖了 那我就可以按终止经营的规矩来 所以大家没发现吗 第一个内容也就是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包括第二个相互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它都强调一定的规模 不是你卖东西都算了 它必须有一定的规模 才可能算终止经营 而第三个它不强调规模 就是该组成部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我买进来的时候我就能对你实时控制 将来我根本没有打算 在我手里呆脱长时间 我就会把你卖出去 这时候这种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也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所以终止经营的定义 三者符合认可一个就行了 那你哭了半天得知道谁死了呀 你跟我讲了半天终止经营 你再告诉我什么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你听好了 比如说我就以我实现的净利润 比如说啊 我就在今年 我本来每次我计讲课 我又推三轮车 我计讲课又推三轮车 你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我一共赚的经历是多少呢 一百万 假如说 在今年一月一号 或者说在今年的某一个时刻 我决定放弃推三轮车这项业务 这是不是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对 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在今年的某一时刻 我打算不再推三轮车 将来我的经历 下边就会有两行文字 其中 持续经营 净随意 还会有另外一行文字 叫什么 终止经营净随意 你没看错 将来我就把今年推三轮车产生的净利润 我给它放在终止经营净随意里边 比如说二十万 而我讲课产生的净利润 比如说八十万 我就放在持续经营净随意里边 其实讲了一节的内容 就是为了添利润 表中的净利润 下边持续经营净随意多少钱 终止经营净随意多少钱 推三轮车算终止经营净随意 剩下算持续经营净随意 你没发现这俩之和等于你当期的净利润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哪些数字影响这二十万 跟推三轮车有关的收入成本费用 影响这二十万 哪些影响这八十万跟讲课有关的收入费用成本 影响持续经营净随意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给大家解释的一个内容 那么口号 终止经营的定义包含以下三方面含义 他等于把这定义拆开了 第一 终止经营应当是企业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讲课能赚多少钱 我非常清楚的可以告诉你 我推三轮车能赚多少钱 我非常清楚的可以告诉你 我华东地区能有多少利润 我华西地区能有多少利润 我能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这就叫该组成部分的经营和现金流量 在企业经营和编制财务报保时 能够跟企业的其他部分清楚的区分开 你如果区分不开的 是不是你没有满足一定的规模呀 没有满足一定规模 除非你是专为转抄而取得的子公司 否则你根本不应该叫终止经营 那不叫终止经营 将来你产生的净损益 不就填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吧 是这个道理 然后企业组成部分可能是一个资产组 也可能是一组资产组组合 也可能是一个子公司事业部或者是事业群 比如说我把一个子公司买了 我把一个分公司买了 这些我们都有可能符合终止经营的什么定义 第二终止经营应当具有一定的什么规模 他在说什么 在说前两种情况 你这个组成部分应该代表一项独立的业务 推三车车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比如说长平区 比如说北京市 反正在这个地区有好多家门店 你是把这个地区这么多家门店全卖了 才能构成终止经营 或者是第二个 再说这个 就是该组成部分是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和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 一项先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前两个是要强调规模的 而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不强调规模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点 在这我提示几句话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也是企业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要求他具有一定的什么规模 那可能你非常小 我就能对你控制 那我也得叫你是子公司呀 只要你是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并且满足了十点要求 你就构成了什么 终止经营 你比如说 我从外边买了两家子公司 一个年利润可能是十个亿 一个年利润一分钱 那么这俩如果我打算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这俩都可以叫终止经营 不分规模大小 第二个 并非所有的处置组 都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也需要运用职业判断 确定终止经营 你比如说 在某一个地区 如果有十家门店 十家门店 你把这十家门店呀 假如说都卖了 那好 你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但你十家门店 你只是把其中的一家门店卖了 它可能叫持有待寿 但是它不一定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终止经营要满足一定的什么 规模 第二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有人说持有待寿 跟终止经营到底啥关系 别着急 我慢慢跟你说 第三个 如果企业主要经营一项业务 或主要在一个地理区内开展经营 企业的一个主要产品和服务线 也可能满足终止经营定义中的规模条件 比如说 我原来生产ABC三种产品 那么我可能放弃了生产A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A产品带来的利润 也可能满足终止经营定义中的规模条件 所以你满足不满足终止经营 还是要从定义这三方面去说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 第四个 刚才不是一直在说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吗 您听好了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不强调规模 百分之百 你只要满足10点要求就构成了终止经营 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核营企业 联营企业一定得是重要的 才有可能符合中止经营的定义 你要是不重要的 可能没有达到一定规模 我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不要求规模 我可没说专为转售的核营企业 联营企业也不要求规模 听明白这意思了吗 它只是有可能符合条件 而符合中止经营的定义 这些概念一定要清楚 持有代说类别 不一定是中止经营 中止经营也不一定持有代说类别 专为转售而取得子公司 只要10点符合要求 那就符合中止经营的定义 但专为转售而取得的核营企业 联营企业重要的才可能符合中止经营的定义 这些话车咕噜话来回说 您老人家必须会 那么我们直接看例15-16 他说某快餐企业A在全国拥有500家零售门店 A决定将位于Z市的8家零售门店 其中的一家门店C出售 并于2017年8月13日 与企业B正式签订了转让协议 假设门店C符合持有代说类别的划分条件 不发麻烦 持有代说类别的划分条件有什么 第一 从状态上来说叫可立即出售 我是根据惯例去判断 我是根据你是不是做好了相关准备去判断 第二 从可能性来说 我们要出售极可能发生三句话 所谓的极可能发生 第一句话站在我企业的角度上 我已经为出售协议做出了决定 第二 站在你买方的角度 我已经从你那获得了确定的购买承诺 第三 这种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那是不是你满足了持有代说类别的划分条件 对 但是我要判断C是否构成A的中止经营 不构成 为什么 您在这个Z市有八家门店 您只卖了其中的一家门店 那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它也不可能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也不可能代表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也不构成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一个单独主要经营地区 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他是不是把一和二全给你否了 对 因为他不可能是Z Z是专为转售取得的子公司 所以你不构成企业的中止经营 慢点 我拿这道题给你多说两句 现在你Z市有八家门店 你只是卖了其中的一家门店 对不对 对 你满足了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但是你没有满足规模 没有满足中止经营的条件 所以我告诉你 持有代售类别跟中止经营 不一定是完全等价的 那有人说有可能 没可能是等价的 有可能 比如说你Z市的八家门店 你把八家门店全卖了 他是不是可以代表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可以啊 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那么首先这八家门店 我可以认为是八个处置组 这么说行吧 这八个处置组 满足了持有代售类别条件 同时因为他满足了一定的规模 将来这八家门店 我就把它定义为什么 符合中止经营的定义 就是将来这八家门店产生的净利润 我是要填在中止经营净损益里边的 就这个意思 而前边这一家门店的净利润 它不符合中止经营定义 哪怕你把它卖了 它也只能填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就能够去理 所以你看持有代售类别跟中止经营 不一定完全是等价 别错了就可以 那么现在中止经营除了要满足规模条件 还要满足一定的十点要求 一定是规模加十点 才能构成中止经营 他说作为中止经营定义的组成部分 应当属于下列两种情况 还是之一 第一个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处置 已经处置 包括已经出售呀 结束使用或关停和报废 这是真的卖了 卖了能说持有代售吗 不能 但是卖了可以说中止经营 你发现了吗 我还是在给你强调持有代售类别跟中止经营 不一定口径是完全一致的 卖了 我们就是可以划分为中止经营 但不一定划分为持有代售 一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已经处置 第二 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慢点 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一定符合中止经营定义吗 未必 未必 所以这个一定要综合判断 既要看它的规模 又要看它的实点要求 就是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要不你卖了 要不你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块一 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处置 这个已经处置呀 好像貌似跟持有代售类别就不沾边了 但是它可能跟我终止经营沾边 是这个意思 包括已经出售 结束使用或者是关停 或者报废等情况 比如说我们看教材的历史五刚十七 他说企业集团C拥有一家经营药品批发业务的子公司H 药品批发构成C的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他在告诉你什么 我有一定的规模 你要的不就是规模加十点要求吗 对 我现在有一定的规模 并且H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了营业榜奖 由于经营不善 C决定停止H的所有业务 2017年10月13日 已经处置了 该子公司所有存货 并辞退了所有员工 10月13日 是不是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是 这不就等于我满足了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处置这个条件吗 然后他说 但仍有一些债权 等待收回 部分营业网点的门店的租约 尚未到期 仍需支付租金费用 判断H是否构成C的终止经营 有规模 而且你是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出售的 有10点要求 规模加10点要求都满足 那当然是终止经营了 所以他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从什么时候 从2017年10月13日之后就符合终止经营定义了 那么将来我们此公司RH原药品批发业务已经停止 该收回的债权 该处置的租约等上未结算的未来 这一部分业务 他不构成上述业务的延续 就等于在骚尾 所以他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听明白了吗 那么括号 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划分为持有代收类别了 是所有划分为持有代收类别的都是终止经营 不是 您得使持有代收类别 您还得具有一定的规模 您还得使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划分为持有代收类别的 您才具有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们在这提示一下 他说有些情况下 企业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进行处置的一项先关联的计划 持续数年 并非组成部分中 所有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 能够同时满足 持有代收类别的划分条件 就是有先满足的 有后满足的 随着处置计划的进行 组成部分中的一些资产组 或资产组合 可能先满足持有代收类别划分条件 而且我再加上实点要求 再加上规模 我构成了企业的终止经营 而其他的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 可能在未来才满足持有代收类别划分条件 应当适时将其作为终止经营处理 啥意思 你什么时满足了 我什么时就把你作为终止经营来处理 没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直接看例15-18 他说企业集团F决定出售其专门从事酒店管理的下属子公司R 酒店管理构成F的一项主要业务 这是不是告诉你规模有了 还得有10点要求 往下看 子公司R管理一个酒店集团和一个连锁健身中心 为获得最大收益 那么F决定允许将酒店集团和健身中心出售给不同的买家 那我得找买家呀 这时可能时间就有先有后 但是酒店和健身中心的转让是相互关联的 两者或者均出售或者均不出售 这不就是终止经营的第二句话 我是相互关联的一部分吗 那我当然符合终止经营的底义 往下看 F于2017年12月6日 是不是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是 那么预企业S就转让连锁健身中心正式签订了协议 假设此时连锁健身中心符合了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慢点 规模有了 我在加上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也就是12月6日 是不是在12月31日之前 是符合了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那么我就可以把连锁健身中心给他认定为终止经营 虽然此时酒店集团尚不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那么我暂时不把他划分为终止经营 所以在这他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他才告诉你终止经营定义的三种情况的第二 因为我要卖都卖 要不卖都不卖 处置酒店集团和连锁健身中心 构成一项相关联的计划 换句话说 你连锁健身中心是不是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是 我就告诉你 你这就满足了一定的规模 虽然酒店集团和连锁健身中心 可能出售给不同的板家 但是分别属于对一项独立业务进行处置 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又在说这句话 所以连锁健身中心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但是酒店集团 他现在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他是在未来跟人签合同时 他可能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也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说清楚了吗 没问题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块内容 在这又来了 我把这个内容再给你说一遍 我把这个内容再跟你说一遍 不是所有化分为吃有代售类别的处置组 都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为什么 因为有些处置组 可能不是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或者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中的规模条件 老掉牙一个例子 在市一共有八家连锁店 每一家连锁店 或者每一家门店里边 既包含资产也包含负债 是不是每一家门店都构成一个处置组 对 但是如果这八家门店 您现在只卖其中的一家门店 它并没有达到一定规模 既不能代表一个单独的体区 也不能代表一项单独的主要业务 所以这一家如果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它可以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但是此时此刻 它并不满足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坚信 所以持有代售类别跟终止经营不是一回事 另外这八家门店 如果我打算把这八家门店全给卖了 那是不是代表了一个单独的地区 对 那么具有一定规模 如果它符合持有代售类别条件的 那么它也可能符合终止经营的什么定义 因为我有一定规模 我在符合十点的要求 十点的要求是什么 你不是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或出售吗 我如果现在已经在资产负债表日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我就满足了十点的要求 而且我把这一市的八家门店都卖了 代表一个单独的地区 我当然可以构成终止经营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论我卖了几家 比如说啊 我把八家门店全卖了 我都没让持有代售 淌我这堂浑水 我就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售 我就找一个买家说 你买不买 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持有代售 对我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日处置了 那么八家门店全卖了 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说的十点要求 十点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我全出售了 你服气吧 另外八家门店全卖了 我符合一定的规模要求 代表一个单独的主要地区吧 对那这一时他也会满足终止经营的什么定义 但是他跟持有代售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持有代售的不一定是终止经营 终止经营的也不一定是持有代售 所以后半句话 也不是所有终止经营都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有一些我是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已经怎么了处置了 所以在这我给了个表格 我以终止经营为例 终止经营既要满足规模要求 又要满足十点要求 而且是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所谓的规模要求 那就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不具有一定的规模 一个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没问题吧 十点要求是什么 我要求的就是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要不你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要不然你已经怎么着处置 但是我告诉你 持有代售类别跟终止经营不是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确实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我这一世的八家门店 我只卖了一家 我不具有一定规模 那他不会成为终止经营 听明白了吗 我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这是满足了十点要求 同时他具有一定的规模 这一世的八家门店我全卖了 那么他算终止经营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处置了 而且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我也算终止经营 但是此时处置这种情况 你能算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吗 不能 所以持有代售类别 跟终止经营不是完全等价的 听明白了吗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块内容 标题二 终止经营的什么 列报 且应当在利润表中分别列是持续经营随意和终止经营随意 推三轮车的净利润是在终止经营损益里边列势 而我讲课的净利润是在持续经营损益里边列势 这么一举例子貌似比原来还简单一点 第二个 下列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什么叫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我只是把我一项固定资产给卖了 如果我满足可立即出售 满足出售即可能发生 它肯定是可以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能说它是终止经营吗 卖一项固定资产具有一定规模吗 不具有 所以它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或者你本身处置的是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八家门店在这一市 你只卖了一家 算不算持有代售那边 算 但是它也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些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产生的相关随意 因为没有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都是在利润表中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邦 跟它沾边的你就记住一句话 凡是影响损益的 又认为它不符合终止经营的 我都填在上边那一列 持续经营净损益列 比如说第一个 企业初始计量 或者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施 因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净额 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你记得的减值 你不是有两行 一个叫持续经营损益 一个叫终止经营损益 将来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你肯定要填在持续经营损益里 第二 后续资产不代表日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净额增加 因恢复以前减值经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也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面体现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的处置损益 要卖处置组是不是有一个资产处置损益是到底的 将来这一部分金额也在这里边体现 所以你发现了吗 我们将来什么计题减值 转回减值 处置损益都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来体现 到底是天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还是天在终止经营净损益里边 是看你到底符不符合中止经营定义排除法 不符合我就天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中止经营的相关损益作为中止经营净损益裂炮 所谓的中止经营损益应当包含整个报告期间 看见了吗 而不仅包含认定为中止经营后的报告期间 啥意思 比如说我是从六月一日 我开始不推三轮车的 我要把一年因为推三轮车产生的什么净损益 填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而不是你中止经营后相应的报告期间 才填在中止经营净损益里边 听明白了吗 好 这是我跟大家所说的 应当包含整个报告期间 而不仅包含认定为中止经营后的报告期间 我强调了半天 我希望你能记住 这如果考课问题 别给我错 相关损益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 中止经营的经营活动损益 什么销售商品呀 提供服务的收入 相关成本和费用 这是第一 第二 来了 肯定是具体减值 就是企业初始计量 获得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符合中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织 因账面价值高于 其供养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进额 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那不就是具体减值产生的损失吗 还有蒙都蒙回来 第三个肯定说转回减值 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符合中止经营定义的持有代售 处置组的供养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进额增加 因恢复以前减计的金额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你平时形成的净损益 继续的减值 转回的减值 还有中止经营的处置什么损益 还有中止经营处置损益的调整金额 比如说可能引起调整的情形 包括最终确定处置条款 如果预买方商定交易价格的调整额和补偿金 就跟我们前面讲门店的例子 我说了最终的价格以其他债权投资当日的供养价条 本来你供养价是191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上涨了4000 你就不就变成了191万加4000 作为转让价格 这不就是调整吗 还有清除与处置相关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说确定卖方保留的环保义务呀 产品质量保证义务 履行与处置相关的职工薪酬支付义务等等 简单的看一下 反正我先判定你是终止经营了 那好将来跟你沾边的净损益 我都填在终止经营净损益里边 一排除剩下的都填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别错了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 其实在处置终止经营过程中 可能附带一些增量费用 反正说 如果不进行该项处置 就不会产生这些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也是作为终止经营损益猎豹 好理解吧 就是跟终止经营沾边的好事坏事 我几乎都是列实在终止经营损益里边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这一块内容 我想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一定要知道 我们终止经营净损益 终止经营净损益 我们要添列的是全年的数值 而不能是说你符合终止经营定义之后 你产生了净损益 比如说Z式的八家门店 Z式的八家门店 那我可能呀 我在这一年我确实都满了 夸张一点说 符合条件有先有后 那么可能这八家门店 我判断完了满足终止经营定义 那我就把这八家门店 全年的净利润 都填在终止经营净损益里边 而不是只把符合终止经营定义之后的 填在终止经营净损益里边 听明白了吗 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把终止经营净损益给它排除 剩下就填在持续经营净损益里边 所以这块内容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看下边的一道例题 例15-19 他说企业集团A拥有子公司B A拥有子公司B 并为其专门租入移动写字楼 作为办公厂所 现在集团A决定将子公司B 转让给企业什么 F 将来B我不要了 转让给F 转让完成后 B将整体搬迁至 F的什么 自由写字楼 那将来B已经成为了 F的属下 当然要搬到F的自由写字楼下 由于B目前办公厂所地的租期未满 A必须承担 将办公楼低于原租金转租 或者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损失 其实他在问你什么 就是这个损失我应该填在哪 往下算 假设子公司B符合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而且符合了终止经营的定义 都已经符合了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 如果我发生的这一部分 低于原租赁的转租 或者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损失 我必然是二选一 要不然我租出去 要不然我就会提前终止租赁 对于我来说 不都是一种损失吗 那我这损失如何贴 看看怎么给你分析 尽管如果不出售子公司B 与租赁办公楼相关的损失就不会发生 你敢不敢断言 这种损失一定是增长成本 未必 往下看 但对于出售子公司B本身来说 这个损失并不是B不可少的 举一个反例 如果你这个A下边拥有子公司B 你A要财达气粗 你A的办公楼要是自由的 哪怕你把B给卖了 那这个办公楼需要低于原价转租吗 不需要 这个办公楼需要提前终止租赁 不需要 我只是把B像送温身一样送走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一部分损失并不是B不可少的 它并不属于与出售子公司直接相关的什么 增长成本 那么将来这一块 我不应当将办公楼低于原租金转租 或提前终止租赁核动的损失作为出售费用来处理 但是应该在利润表中将其列视为终止经营净利润 为啥呀 因为毕竟这部分损失是因为我出售子公司B造成的 而且我在付出中作为相应的一部分费用进行什么披露 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很重要 它不是出售费用 但是应该是在利润表中列视在终止经营净利润里边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其实它在给你解释 我到底是不是增量成本 确实最后列在里边了 但它不是以增量成本的身在列视的 那么第五个 你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处置组 写定你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处置组 一定不会满足持有代售类别 但是我只要在资产不代表日之前出售 或化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我就满足了十点要求 那它很有可能符合终止经营的条件 那么我们应当自停止使用日期 作为终止经营列报 老规矩 列报的终止经营随意 还是应当包括整个报告期间 而不仅包含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报告期间 这千万别错 那么第六个 如果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 是不是专为转售的子公司 我们不区分规模大小 对 而现在说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等原因 导致企业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本身它就满足了持有代售类别 持有代售的一个前提条件 不就说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收回账面价值吗 你现在对子公司的投资 不就是要求丧控吗 首先你符合了我们所说的 说代售类别的条件 假如说 这个子公司也符合了终止经营的定义 那我们在和平利润表中 列报相关的终止经营随意 就是买卖的价差 我把它列是在终止经营随意里面 这是第六个 第七个 从财务报表可比性出发 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 且应当在当期财务报表中将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 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终止经营损益 列报 再往下数 这意味着对于可比会计期间的利润表 作为终止经营列报的 不仅包括在可比期间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处置组 还包括在当期首次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处置组 再往下数 由于后者的存在 处置组在可比期间的什么收入呀 费用呀 那么包括资产减值也应当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读完了 你明白了吗 没有 没明白就对了 我跟你解释 再听一下第一句话 从财务报表可比性出发 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 且应当在当期财务报表中 将原来作为持续经营随意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 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这有一个持续经营竞随意 我这有一个终止经营竞随意 你比如说 我就以我讲课和推三轮车两件事为例 我从来没想到我要放弃哪个业务 那么比如说我讲课累计这一年赚了一百万 我推三轮车 那可能呢 我原来啊 一直在赚钱 比如说我前边到六月一号之前 我已经赚了二十万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不太推三轮车 那这二十万是不是要加在持续经营竞随意里边 对 但是后来呢 六月一日 我要终止经营 我满足终止经营的定义 是不是我就要把这二十万给他添在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 对 所以在这儿他说了一句话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终止经营竞随意怎么着 列爆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 你今年把推三轮车的竞随意列是在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了 您不还有去年推三轮车产生的竞随意吗 对于这种竞随意 我们也要给他重新列爆在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 别错 所以大家注意 对当期来说 你肯定要把推三轮车所有的竞随意列视为终止经营竞随意 其实你还要把可比区间 比如说去年你推三轮车 你去年肯定没有终止经营啊 你要把去年推三轮车 产生的竞随意 也要从持续经营竞随意 给他列实到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去 标题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举了个简单的例子 我想你就明白了 那么第八个 且还应当在辅助中披露有关终止经营的相关信息 第九个 终止经营不再满足持有代仇类别划分条件的 我应该在当期财务报表中 将原来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并在复诅中说明这一事实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您是不是净利润下边有其中持续经营竞随意 终止经营竞随意 对 那么首先 您如果把这一事的八家门店 您都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了 是不是你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十点要求 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已经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 或者已经处置 我十点要求满足了 如果我把八家门店全卖了 我也满足了规模的要求 十点加规模 那我就会把八家门店 怎么着 它产生的竞随意 列失在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 比如说终止经营竞随意里边 你列失了二十万 但是后来 你不是把这八家门店 卖给同一个下家了吗 这个下家 比如说是乙公司 乙公司本来答应买 九月三十号买 但是对不起 八月底 你知道乙公司破产清算 不可能再买了 那不可能再买了 它就不再符合持有代售 类别的条件 那它还能叫终止经营吗 不能 那么将来 我就会把跟这八家门店 相关的竞随意 列失在持续经营竞随意里边 这就是为什么这段话说 在当期财务报告中将原来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持续经营随意列报 而且在附诸中说明这些事实 道理就在这 大概听懂就行了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2019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终止经营列报的表收中错误的有 终止经营的相关随意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他说作为持续经营随意列报 错了 第二 终止经营的处置随意 以及调整金额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没错 第三 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 你去年还是持续经营 今年改成终止经营了 在当期财务报表中将处置日前原来作为持续经营随意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这句话是对的 到现在 但不调整合笔会计期间的利润表 这句话就错了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 您是在当期财务报表中将原来作为持续经营列报的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您是要调整可比期间的利润表的 所以选项C不对 然后选项D 你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处置组 它铁定不满足持有代数类别 但是它可能满足终止经营定义当中有关组成部分条件 应该自停止使用日期作为终止经营随意列报 这没问题 有人说选BD 不对 这道题问你错误的是 错误的自然应该选AC 别错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道选择题 其实最最关键的是第七句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理解一下 那么标题三特殊事项的列报 比如说专为转售而取得的持有代数子公司的列报 您是不是从取得日就把它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了 而且我可以理解为从取得日 它就符合了终止经营的定义 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你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我不要求规模 不论规模大小 你本身就符合中止经营定义 所以他这有四句话 第一 如果企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符合持有代数类别的划分条件 所谓的持有代数类别的划分条件是什么 您只要能保证在取得后一年内能出售 哪怕没有签协议 我也允许你从取得日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应当按照持有代数的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有关规定进行列报 并适当简化了资产负债表劣势和付注的什么 披露 你买来那一天 您就叫持有代数什么资产 第二 除非企业是投资性主题 这个内容在第27章才会详细讲到 并将子公司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当期损益 否则我们应该子公司就应该纳入和平范围 如果你是划分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当期损益的子公司 不会纳入和平范围 这不解释 第27章会告诉你 第三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我允许采用简便的处理方法 将企业专为转售而取得的持有代数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分别作为持有代数资产 持有代数负债项目列市 好理解吧 第四个 在合并利润表中 企业专为转售而取得的持有代数子公司的列市要求 跟其他终止经营列市要求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要把这个子公司的净利润 跟其他终止经营的净利润合并列市在终止经营竞损一项目里 所以资产负债表有特殊情况 为什么资产负债表可以采用这种简便处理 你想一个道理 我买来的子公司 我一年内把它卖出去 我铁定会丧控呀 那要铁定会丧控 我是不是就可以采取简便的处理方法 是这意思 那么第二个 不再继续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列号 曾经很辉煌 你曾经是持有代数类别 但中途买家破产了 买家跑路了 反正你卖不出去 这不就是不再继续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列号呢 我们要详细的看看 第一个 对于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如果不再继续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或者非流动资产的 应该从持有代数的处置组中移除 啥叫移除 改名 把持有代数资产 持有代数负债改名叫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这些 将来我在资产负债表处 我原来分类为持有代数类别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我要重新作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列报 并调整其账面价值 咋调 你忘了吗 我要按照原来假设没有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时的账面价值 考虑你中间到不再化分为持有代数类别已经计题的 显值 折旧 贪消 再跟可说会经过两者 较低者不是确定他的新的入账价值吗 这不就叫调整吗 而对利润表当中 且应当将账面价值调整金额 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然后还要在付诸当中披露相关信息 第二个 对于企业的子公司 共同经营 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以及部分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投资 我们可能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一块内容更重要 这一块内容更重要 一定要注意 原来准则并不明确 现在准则明确给出了要进行追溯调整 啥意思 我慢点跟你解释 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讲完这两句话 这一章的内容就结束了 先说第一个 持有代售的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权益性投资 不再符合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等 应当自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日期 采用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三月一日 我签合同 我可能九月一日我这个股权在国库 我卖的是多少股权 我可能把百分之三十的股权打算卖百分之二十五 还剩百分之五 记得这个例子吧 对 那我在三月一日要满足了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我就会代长期股权投资 把四个明细科目对应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长投 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 而这个持有代售资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到九月一号我真正过户的时候 不再按权益法核算 不再按权益法核算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而我剩余的百分之五 在你过户之前 继续按权益法核算 继续按权益法核算 听明白了吗 好 那么将来你过户之后 就是九月一日之后 你持有代售资产就没了 借银行送款 代售代售资产 到底投资收益 该怎么做怎么做 而我这百分之五也不可能叫长头了 那我就把四个明显科目消掉 然后改名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插额倒计投资收益 长头核算 双方的转换都讲过 假如说 我现在没有等到九月一号 比如说我到八月一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再符合资产大手类别 那可能从三月一号到八月一号 比如说啊 我告诉你 只有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了一百 咱们说过呀 您这个剩余的百分之五 是不是就应该正常的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一百乘以百分之五 代方是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一百乘以百分之五 而您已经划分为资产大手类别的 这百分之二十五 用确认权益法的份额不用 但是现在事情不同了 我已经不可能正常的终止确认了 我八月一日不再符合资产大手类别 那么好 我就要把这百分之二十五 第一步 你是不是先把资产大手资产 重新改名回来 长期股权投资 对不对 第二步 我就会把这百分之二十五的长投 一百乘以百分之二十五的 这一部分长投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给他补剩 这不就叫追溯调整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持有代售的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权益性投资 不再符合持有代售 类别划分条件的 应当自划分 持有代售类别日 三月一日起 采用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 准则非常明确的说了这个内容 第二个 持有代售的 对子公司 共同经营的权益性投资 不再符合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的 也是要进行追溯调整 相应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期间的 财务报表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个 我就不再举例子 跟第一个原理是一样的 能大概听懂就可以了 那么讲到这儿 就意味着 我们第十五章的所有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了 因为第十五章讲的太细了 所以这儿小节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持有代售类别的分类 满足两个条件 状态是可立即出售 可能性是出售即可能发生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企业已经就出售做出决议 站在你买方的角度 我从你那儿已经获取了 确定的购买承诺 而且第三个条件 出售在一年内完成 当然可能有一年期 延长的特殊期限 只适用于 是我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 还得不是关联方交易 才可以延长 否则不能延长 持有带出类别的计量 分为划分前 把你的身价搞清楚 划分时主要是改名 只要改名 马上考虑是不是该提减值 还有划分后 就是提减值 还是转回 还有不再继续划分 还有终止确认 这五个点 只有带出类别的列宝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终止经营的列宝和判断 就为了两行文字的天列 我讲了一个小时 已经很耗费时间了 不能再说了 大家自己看看 那么讲到这就意味着第十五章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我就讲完了 这一章我就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三十章的内容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十五章 您只要能坚持到这一半 不论是从书的一半 还是从课时的一半 确实都已经达到了一半 我送大家一句话 跪在坚持 难在坚持 成在坚持 你已经走过了二分之一的路程 我希望你咬着牙 往后边的路程 跟着我咬牙 坚持完 诸道会计师会计通过 指日可淡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